好的 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 台湾7月1号发生的导弹误射事件 后续效应对于两岸关系造成冲击 国台办方面不满台湾是先通知美国才告诉大陆 但是台湾的陆委会回应 台湾通报其他国家和通报大陆是同步进行的 没有谁先谁后的问题 至于前AIT台北办事处处长包道格 他建议台湾应该就误射事件向中方表达歉意 陆委会的说法是台湾的通报没有致歉 只是针对这个突发事件向中方传递信息 让对岸了解事件发生的原因 与此同时解放军一位退役将领在环球时报撰文指出 雄三导弹误射事件证明了台湾的导弹 平时也都是瞄准大陆 今后期台湾不要再用大陆导弹瞄准台湾来说事 那么台湾误射导弹是否会导致两岸产生误判 两岸又是否会从冷核变成冷战呢 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预访 你怎么看台湾引起的争议就是说 究竟这个事件发生之后 台湾是先向美国报告 向老大哥报告还是先通知大陆方面 这样的一个前后顺序似乎引起了一些争议 那国裁办方面也非常不满 另外就是这个导弹误射事件 究竟应该道歉 像包道格说的这样子呢 玉芬你怎么看 第一个美国当年这个EP3在中国的南海被击落的时候 美国也坚持没有道歉 我想这个叫道歉是一个很重要的事 很重大的事情 何况这个事件涉及的对象是台湾的渔船 根本没有打到这个对岸 因为熊三的射程只有150 根本打不到对岸 过不了海峡中线 所以说这个要中国 要台湾向中国道歉 我觉得有点牵强 但是这件事情为什么需要跟美国 我不知道到底谁先通报 但是这件事情跟美国通报 我相信是重要的 因为在过去熊三的发展的过程当中 美国一度非常的反对 认为这个武器本身具有攻击性 那么尤其是在陈水扁政府时代的时候 美方就是说非常担心说 如果这个飞弹的能力在误设误判的情况下 会把美国卷进去 所以说一旦发生这样可能会引起两岸 你会误判跟误解的情况 我相信在安全上 台湾跟美国有非常密切的合作 通报美国是必须要有的一个动作 所以说这个部分我想如果 从正常的情况来讲的话 台湾通报美国是可以理解的 好的 谢谢玉芬 那我有两个问题提到在台北里华球老师 第一个就是这个事件 是不是引发了台湾的军事跟国安危机 曝露出哪些问题 包括您上个礼拜提到军纪换散的问题 事实上我们看到这个礼拜的演变 大陆方面也有一些媒体在做宣传 就简直是批评台湾的军方像是民兵 然后说是台湾的军方像草包一样 像这样子一些评论 您从台湾的内部来观察 是不是引发了台湾军事方面的一个危机 还有国安方面的危机呢 李华球老师 是 那么 针对雄山物社这件事情来看 当然对军事或者是国安方面 都产生某一种程度的危机 这是这不意外 那么同时呢 我们从这个事件的整个角度来观察 第一个从军事的这个角度来观察 当然先觉得一个条件就是 军纪的这个换上 以及军事的训练的这个严重的这个不够 严密 才会造成这样的一个物色事件 即便未来有更进一步的调查 的这个真相来能够披露 我认为呢这个军方呢 必须要在很短的时间 严肃的这个军纪以及军法 同时战训准备 以及各种相关的这个 整个军事的这个提升 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务之急 第二个话 从国安的角度来看的话 当然从台北今天的这个某报 有过去我的老师书起教授 写的这个一篇文章叫做 国安的这个人事布局的一些 相关的一些缺失来看 书老师的这个说法 大部分我其实是同意的 为了这个台湾整体的 这个安全的这个着想 我认为他的这篇文章 特别提到国安人事的这个布局 是有相当程度的这个值得 再进一步思考的地方 当然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我想呢 蔡英文总统他有他的这个思考 这个一定的这个逻辑 以及他的这个实事的这个考量 但是呢 从最近的这个一连串的熊山 甚至于 7月初的这个 新电安养院的这个失火 乃至于近日的这个松山车站的 这个爆炸案等等 这都牵涉到整体的这个 公共安全的这个事件 那么其实内部的公共安全 他如果没有处理好 会上升到国安的危机 这是值得进一步去思考 从整个角度 以及最近的这个 一连串的这个公安危机来看的话 我认为台湾的这个国安的 这个整体的这个布局 以及整体的这个检讨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当务之急 除了人事的布局之外 我认为整体的国安的这个体系的这个调度 以及整个国安的这个应变的这个措施 以及他呢 不管是在时间点 或者是人事实地物的这个判断 都应该还要在更一步来 正过做更精确的这样的一个衡量 或者是做一个判准 第三个我认为 除了这个国安体系 以及军事的这个安全危机之外 我认为这也应该去考虑到 整个内部情势的这样一个动荡的这个危机 因为毕竟呢 产生了军事的这个危机 产生了国安的危机 最大程度就会影响到 影响到内部的这个安定的这个危机 人民的这个一举一动 以及人民的安全 都要靠军人 或者是靠国安危机的这个保障 才能够让人民安居乐乐 安于工作 安于教育 因此呢 我要再三的呼吁 军事的危机 国安的危机 最重要的要让人民 有一个安定的这个生活 有一个安定的工作 有一个安全的整体的这个保障 这才是人民的最大的一个期盼 好的 李华秋老师我想继续请教您 上个星期我们谈到说 希望这次的这个 物弹 讨弹物射的这个危机 能够变成转机 让两岸意识到这个沟通机制的重要性 不过 看到这一个礼拜的发展 就像您提到 军事安全方面 国安体系方面的这个危机 让台湾内部可能出现一些动荡 北京反而会利用这种动荡的情况 利用这次导弹物射事件来出招 对台湾施加更大的压力 在这个方面 你有什么样进一步的分析吗 李老师 是 那么从熊山的这个物射事件来讲 我认为对两岸关系 一个非常严重的影响 第一个就是两半两会的这个中断之后 这个热线一中断碰到重大的事情 就没有办法在最快的这个时间点来进行通报 因为你时间的这个延误 造成这个危机的这个扩张的话 那么未来要来处置的话 它可能就演变到 因为时间的措施造成重大的为师 那么第二个我认为呢 变成两岸的这个网民啊 也是两岸的人民 可能对这个事情的这个 更进一步的清楚的状况 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 获得最正确的这个资讯 造成许多网民的这个批判 不管大陆的网民的批判 台湾人民的误解 在这都影响到两岸关系的 这个和平的这个发展 所以我认为这一个 真相的这个公布 以及真相的这个大白 乃至于政府这一个 非常正式的这个 道歉也好 或者是更进一步的 精进的措施也好 都应该在最快的时间来公布 才能够安定两岸人民的心 第三个我认为 对国际视听的这个影响 对台湾来讲 这一次熊山的这个物色 是一个非常值得关心的地方 因为毕竟透过 国际媒体的这一个 一些报道 因为国际媒体有许多的这个报道 事实上也不进来那么正确 那么同时也有某部分的国际媒体 引用了大陆的相关媒体的这个比较 夸大或者是过度宣传的这个报道 造成对台湾的这个形象的这一个 一些重大的缺失 我认为除了这个台湾的军事的训练不够之外 毕竟台湾的这个国防的这个军人的数值 事实上在整个国际上来讲 台湾军人的数值也有一定程度的不是太差的 但是呢 这个维斯当然会让人家来批评 可是呢 透过整个国际的媒体的这样的过度的渲染之后 对台湾的这个形象 对台湾政府的这个发展 对台湾整个外交上的这个努力 以及台湾的观光 都会产生重大的这个 不良的这个情势 所以我建议政府在这个国际的这个视听 要尽快来弥补才是一个正确之图 好的 感谢李老师 回到华盛顿先来一请教玉芬 除了看这个北京怎么在这个导弹物射事件之后 出招之外 我想请您分析一下美方的一些动作 包括美方怎么看台湾这次导弹物射 会不会有可能会冲击或影响到 台美之间的军事合作跟军售 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我们知道刚刚提到说 这个现在误设 导弹可以误设但两岸不能误判 那么如果是北京这边 他也有一些内部事情要处理 美国又在忙总统大选的话 会不会可能说台湾出现这么重大的疏失 导致中方跟美方对于台湾有一种 造成一种政治判断是说 以后台湾有什么问题的话 中美来共管 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危机可能性 第一个我现在要补充 刚刚你给讲到说台湾的军方的素质的问题 就是说我觉得台湾制造军事危机 台湾的人民其实也是制造这个军事危机的 一部分我觉得台湾的人民要自己觉得 要自己警觉到说军队出问题已经很久了 从过去国民党执政开始 所以说你是制造问题的人 你也是可以解决问题的人 因为台湾这个军队整个士气被打垮 是从台湾人民对军队的攻击开始 军队有很多需要反省的地方 包括人民跟政府 其实在主管军队的时候 不管是这个金石案或者是很多的 很多的对于军事这个形象都没有处理好 过去像洪中秋的案子 非常冲促 整个台湾社会好像把军队当成是自己的敌人 而不是自己的兄弟 给人的感觉就是说当你自己的人民都不尊重 也不珍惜自己的军队 你怎么去赢得这个国际的尊重 包括这一次很多军中的反弹 觉得说他们做军人没有任何的尊严 为什么要继续为这个国家去战斗 我觉得蔡英文现在必须要考虑 不光只是你有飞弹 你有什么武器的问题 而是这一群人 你要怎么去带领他 因为最重要打仗或者是军队保卫 人最重要 如果人对你已经没有向心力 或是怀疑他这个工作的价值 在社会上也不被尊重 那么这一个整个战斗群 你要他坚持要有军纪 要有荣誉感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蔡总统必须看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那第二个就是说 美国方面 其实在我们问到的 这个所谓什么官方正式的答复 都是没有影响 但是我相信是有影响的 而且我的了解也是 就是说我刚提到 雄三在发展的过程当中 过去美方就一直有意见 所以这件事情 对于就是他们要信赖台湾方面 在这个这么敏感的武器上面 我们的军队道理 整个的系统能不能有效的控制它 然后中间的决策过程当中 是不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甚至说这几年包括 层出不穷的共谍案 我们先不讲这个案子 跟共谍案有没有什么关系 就是说台湾本身 跟美国来讲 是不是个可信靠的安全伙伴 这个部分必须要取得美国的信任 但是我不觉得说 美国会因为这样停止 跟台湾的军事合作 但是在这件事情上 我相信美国要检讨 或者想要再去了解的东西 一定更深入 就是说这整个台湾的安全环境 是不是在这几年来 有很快速的恶化 那么美国要做 比较敏感的军事科技转移 它会不会要有更多的考虑 其实在发展飞弹 从美国早先反对雄三 到后来现在整个战略思维改变 说台湾在面临越来越严重的 中国军事的威胁的时候 其实反巨子跟区域主角 所谓的这个anti-access 跟那个error deny 是台湾一个所谓不对称战争 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所以发展飞弹 其实在美国某些军事专家来看 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所以从不赞成到现在开始 已经有一些美国的专家认为 台湾应该要发展飞弹 让中国的军力要进来 攻打台湾的时候 必须要更多的考虑 但是技术上它这样赞成你 可是你必须在真正在这个实践上 你要让美国放心说 你不会出现像这样子 这样子的一个乌龙的错误 把美国莫名其妙的扯进来 所以这个是我想双方 还有很多的对话要说 好的 谢谢一芬 把时间交给博弈 好的 那么我们节目 所剩的时间不多 我们是不是请东宁为 我们继续接听 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 好的 首先接近台北 肖先生您的电话 台北的肖先生您好 请讲 喂 你好 请说 你好 南海事件 我是说几个字 就是强龙不压地头蛇 所以胜出的还是大陆 那第二点就是说 这个台风不来 火车站爆炸 还有这个物色 大陆方面是没有误判 那可是我们这边就是 就是错误的去处理 甚至到失言的地步 这是不可原谅的 那不能说把责任全部推 往下面的军队 那是上面的军令系统 从蒋公开始就是总统 总统不在副总统负责 马上召集国安会解决事情 你这在第一时间不能解决 那以后什么道歉那都是枉然 那还好大陆都是没有误判 那我希望当局上面的人 要小心不要失言 那最终就是那个 好 谢谢台北的肖先生 不好意思 下班长时间有限了 我们还有很多听众 谢谢您也请 接下来听众观众 尽量的稍微简短发言 台中的姚先生您好 请简单提问好吗 姚先生 请大家问好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要维持现状的时候 一定要有相当的实力 要有本事 第二点就是万一误判的时候 那个误设的会弹 有个笑话说 打到大陆的团舰 或者打到北韩的会弹 或者是打到日本的团舰 或者是打到费力宾的山头 每个结果都会有不同的反应 然后第三点我说 每个人说话 他那口水之中会有话数 好的 不好意思 台中的姚先生你打断您了 我后面还有两位听众 我们尽量稍微简短一些 高雄的陈先生您好 请讲 雄山屋舍主要是 国军的士气低落 不晓得为谁而战 因为民进党的台独 港钢 陈煮牌 蔡英文为了选择 始终不敢碰 所以现在的低 不晓得为谁而战 非常低落 我晓得 因为你陈煮牌不敢动啊 为了选票啊 对不对 你这个当然是物色以后 很多事情还会发生啊 不晓得为谁而战嘛 你到底是打中风还是打台独啊 叫国军 根本你搞不清楚嘛 煮馒头嘛 有一天过一天啊 一个月一年到了就退伍嘛 当然是物色啊 以后事情还在后面啊 好 谢谢高雄的陈先生 再见一位台北的王先生 王先生您好 请讲 这个灰弹发射以前有一次在 清泉缸的空军基地 有一架IDF在停机坪上 没有做围机 也没有人在灰机上 但是它灰弹就直接就打出去啊 打到一个土球没有造成危险 那这次熊山灰弹并没有证据显示它是物色 所以看来他们二炮已经有能力 充分掌握台湾的灰弹了 这个很容易就叫蔡英文表演给他们看嘛 看熊山有没有办法去鎖定一个很小的渔船 只有三个人渔船 这些很精准的打那个空心球 直接命中那个船的东西 让他们表演几次看看 你就可以断定说这个 这次的灰弹发射是什么性质 看起来是二炮控制 他们才有这个机制民意打得这么说 好的 感谢台北王先生发表个人的意见 剩下结论时间了 玉芬你怎么看刚才听众观众朋友一些问题 还有就是跟我们谈一下 美方接下来动作 因为两个人现在沟通机制中断了 发生这么重要的这个突发事件的话 两边却没有办法直接来沟通 美方是不是担心两岸之间的误判 未来是不是可能扮演一定的角色呢 这个一直当中是美方最担心的 所以一直在蔡英文当选之期 从蔡英文当选之后 一直都在鼓励两岸所要对话 就是沟通管道不能中断 对 那美方到这个中国大陆去访问的时候 也常常会就是在这个时候 有机会的话鼓励北京要继续 那么但是就我的了解 有不少的 有好几位的美方这个前官员都提到过说 就他们的了解 两岸是有沟通管道的 也许不是在两会 但是他们对蔡英文的认知跟理解是说 双方是有一定的沟通联系管道 这个部分因为很高层 我们有内幕不知道到底管道到什么层级 可是从这次的这个熊三来看的话 大陆并没有因为这样做出接下来反制的动作 显然就是说在所谓的台办这个系统 也许没有就是说得到他让他满意的 所谓什么第一时间通报 或者是让他们两边有很顺畅的沟通 以读不回 像他们说的 可是显然在北京的最高决策并没有误判 这是一个针对他们的挑衅动作 所以说中间是不是彼此有还是有这个 对这很重要 那我现在看就是说 包括美国这么先进军事的国家 曾经误炸这个贝尔格勒的中国大使馆 然后曾经误炸了吴江介这个医生的医院 炸死了很多无辜的小孩跟妇女 所以即使我们可以看得到说 所以先进的军事国家都可以发生这样的情况 台湾在目前这种状况会发生这样的军事事物 不是不可能的 最重要是说两岸关系这么敏感 所以说如果没有对话的机制 没有沟通的管道 你可以想象到问题有多严重 这可能是第一期 但可能不是最后一期 所以一定要考虑到这个后果 谢谢于芬 李华彩老师 是 那么从整体的这个熊山的这个事件来看的话 那么我认为整体的国安 国防 军事 外交等等 整个国安的这个整体的体系来看的话 如果能够处理得好的话 那么对于未来这个维安事件的这个消弭 应该有一定程度的帮助 但是呢 从刚才民众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看法来看 有许多人其实是有误解 那么特别是呢 有人提到这个国军事迹的这个低落 这一点我是同意的 为何而战 为谁而战 上个礼拜我也有提到 这个如果不能够快速的能够让这些军人的话 有一定程度的这个对国魂 对军魂的这个认知的话 我想国防实力的提升呢 除了战役的这个提升之外 最重要精神战略的提升也是非常值得进一步来观察的地方 好的 感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讨论跟分析 那么特别要感谢透过中广新闻网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 虽然多了一个收视的管道 收听的管道 但是你们还是坚持中华新闻网 非常的感谢你们 谢谢大家 好的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 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 我们感谢博弈还有中华战略协会的研究员李华秋老师 当然要感谢在华盛顿现场的自由时报 驻华盛顿特派员曹玉芬女士参加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 谢谢多宁 更要感谢的是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 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是他们的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另外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讨论听众和观众朋友 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 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并留言评论 我们的网址是voachinese.com 好的 那么海峡论坛今天开通了这个脸书的直播 当然大家的那个反应非常的踊跃 那不过我们也非常希望说 接下来的海峡论坛节目呢 听众观众朋友们也能够透过这个脸书直播 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可以发表您的问题哦 那我们再重复一次 我们的脸书网址是 那么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的真名论坛 或者是我的个人推特账号上 发表您对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看法 网址分别是 我们期待和听众观众朋友们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我是凡东宁 请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 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 祝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晚安 海峡论坛下周日同一时间 与您再会